8,7,6,5,4,3,2,1,点火 起飞 凯一塔分离 东风凯一塔分离 九泉驻推机分离 九泉抛枕流畅 三长风抛枕流畅 九泉二级游记关机 东风二级游记关机 船舰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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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空浩瀚无比 探索永无止境 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号9022分 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二号F摇12运载火箭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 约573秒后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顺利将聂海盛 刘国明 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载轨驻流 开展机械臂操作 出舱活动等工作 验证航天员长期载轨驻流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按计划神舟12号飞船入滚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 对接于天和核心舱的前向端口 与天和核心舱天出二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在太空中进行交汇对接 就是要让两个飞行器在彼此相隔上万公里的太空 能够相互找得到 还要能够对得准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神舟12号与火箭分离后将进行多次变轨 来到与空间站核心舱相同的 距离地面393公里的轨道上 一圈的话是1.5个小时左右 一般是前三圈每圈做两次变轨 就完成了六次变轨 然后就到达了 离空间站大概50公里左右的一个瞄准点 神舟飞船经过约4.5个小时的飞行后 就能与核心舱相见 接下来他们就要逐渐逼近 他们需要不断的确认位置关系 调整自己的姿态和速度 以前神舟飞船只要追上目标飞行器 从后面直接对接上就可以了 但是这次神舟飞船 却要从前面与核心舱对接 以前是相对于是一个追着对接 现在是要先追 追到前面去 追到前面去之后 相对掉头来再拦截你再对接 相对于这么一个过程 这次神舟12号飞船 要与重达35吨的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与天舟2号货运飞船的组合体 进行交汇对接 而神舟飞船只有8吨重 巨大的质量差异给交汇对接过程 也带来新的难度 在对接的过程中 两个航天器的相对速度 不断减小缓缓靠近 神舟12号飞船上 有一个主动捕货装置 在对接时会提前伸出来 就在与核心舱的对接机构 接触的一瞬间 紧紧抓住并拉回再锁死 最终完成交汇对接 装在载人飞船上 这个叫主动对接机构 它那个对接环主动伸出去 然后在主动对接机构上 配套了一个 配套了有三把捕货锁 在被动对接机构上 配套有三个卡板器 这个就像咱们那个门栓和门锁一样 两个飞行器接触上 对接环接触上之后 捕货锁就工作 就把两套对接机构就锁住了 目前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 天河核心舱 已经载轨运行了一个多月 半个多月前 完成了与天州二号 货运飞船的交汇对接 现在核心舱即将迎来 神州十二号载人飞船 作为空间站组合体 控制和管理主份舱段 核心舱长什么样子呢 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了解 在航天科技集团 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 一台与太空中运行的天河核心舱 一模一样的装备也正在运行中 它被形象地称作地面空间站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地面的一个 1比1的一个物理载轨运营的一个支持系统 主要作用一个是 它可以接收载轨的遥锁数据 可以设置成跟天上一样的一个飞行状态 来就是验证咱们整个的这个飞行程序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天河核心舱 它一共是有四个部分来组成的 首先呢在它的最前端是节点舱 跟节点舱相连呢就是小柱段 直径3.35米的小柱段啊 主要是航天员的生活起居的地方 可以这么理解 它就是一个带卫生间的卧室 此外呢它还有一辆自行车 小柱段的话主要的作用 是为我们的航天员提供生活起居 我们还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景照明 比如说睡眠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适宜的这种照明环境 让这个航天员可以更好的休息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锻炼设施功能更加丰富 还有就是这个照顾咱们起居的 比如说像这个上厕所啊 的这些配套的装置 也进行了升级和革新 跟这个前期我们的这个空间实验室 包括天工一号相比 那么小柱段里面的这个空间会更大 然后呢功能支持也会更丰富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河核心舱 最粗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它的大柱段 它的直径是4.2米 那这个位置呢就是航天员的工作区 我们可以看到外表也是有非常多的 这种类似于把手的装置 也是为了方便航天员来出舱作业的 这个是咱们大柱段 这个是咱们航天员工作的一个场地 这里面有显示器啊 可以用来对整舱的这个状态 进行监视判读 还有就是咱们的航天员的这个就餐区 还有它的一间一保区 就是用来评估身体这个状态的 同时这里面咱们还有这个就是 科学实验的一个区域 咱们已经带了很多这个科学实验的设备上去 要进行载轨的这个科学实验 从这个位置开始啊 就到了核心舱的资源舱了 那在资源舱上一共有4个轨控发动机 和16个滋控发动机 除此之外呢 资源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接口 会对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天舟货运飞船对天河核心舱 进行燃料补加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位置 这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 是空间站组装建造过程中的 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 起到了乘上起下的关键作用 担负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的重任 三名航天员将载轨驻留三个月的时间 那在这三个月期间 他们要完成哪些任务呢 航天员们也在稍早前做了介绍 一起来了解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 首先要与空间站天河核心 进行快速交汇对接 作为首批进驻空间站的航天员乘组 他们需要进行一系列初始化的工作 首次进驻以后 空间站和核心舱发射的时候 它有好多设备它还不能安装到工位上 它受发射环境的影响 它是打包带上去的 我们上去以后可能也有好几天来 做这个再次的安装或启动 也要进行一些通风流场的沟通 包括这个再生子系统的正常的运动 我们生活工作环境的建立 为了长期经济运行 与以往的空间实验室不一样 空间站核心舱内的环境控制 与生命保障系统 采用的是可再生的技术 使得空间站内的氧气和水等物资 尽可能实现循环使用 它是再生子 跟前面我们六次载人的完全不一样 那都是地面带上去的 这次是再生子 就是用完了以后 重新回收 重新进化 重新利用 就带了很多很多的设备 所以用很多也很重 神舟12号飞行乘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进行长达六七个小时的出舱活动 在2008年的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 刘伯明曾协助翟志刚完成出舱活动 而本次出舱任务不仅时间更长 而且任务更重 需要三名航天员一起配合进行使用机械臂 考验衣式机械臂的安全性 可靠性 还有它的灵活性 还要考验我们航天之间 在舱外就服装加援状态下 这种配合能力的问题 在太空当中 机械臂将成为航天员的得力助手 实施完成大量的舱外作业 包括大型设备的搬运和人员的转移 此外 三名航天员还将进行舱外维修维护 设备更换和科学应用载荷等一系列操作 中国空间站完成载轨建造 证明了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也标志着我国从航天大国迈向了航天强国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启动到今天 29年来留下了一串串光辉的足迹 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航天人 并呈着严肃认真 周到细致的作风 接力建设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 中国人探索浩瀚宇宙的步伐才能更加坚定 后续的任务进程 我们将与您一起继续关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共分为三步走 建造空间站是第三步 空间站的建造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和空间站建造两个阶段实施 预计今明两年全部完成 今年要实施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五次飞行任务 其中就包括4月天河核心舱的发射 和5月天州2号货运飞船的发射 还有神州12号载人飞船的发射 那后续我国航天还有哪些任务呢 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今年9月和10月 我国还将分别实施天州3号货运飞船 和神州1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任务 其中神州13号载人飞船上 将有三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 将载轨驻流6个月 这也是中国航天员乘组 载轨驻流时间的一个常态 2022年 我国将全面进入空间站载轨建造阶段 同样规划了6次飞行任务 包括两次空间站舱段 有问天和梦天的发射任务 还包括两艘货运飞船 和两艘载人飞船 和两艘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 这两艘载人飞船呢 也都是分别由三名航天成都组成 载轨驻流呢 都是6个月左右 这是整个大概的任务规划安排 到2022年底 中国国家空间站即将完成载轨建造 转入后续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空间站设计的载轨寿命不小于10年 通过航天员的维修维护 和设备载荷的更换 还可以延长空间站的载轨时间 神舟12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之后 前方各系统的人员终于是暂时松了一口气 我们的记者也分别采访到了 长征2号F火线总设计师 载轨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们一起来听听 航天人们发射成功后的感受 我和大家一样 怀着激动的心情 看到了神舟12号发射成功的场面 我还有不一样的心情 就像送自己的孩子去远方 有一次担忧 更多的是期望 期望他们能够进入到 我们自己中国的空间站内 为人类探索太空 做出更新的发现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的航天 越来越成熟了 越来越质量提高了 成功率也很高 这使用整个队传承了一种航天精神 量弹性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个队伍继承了 其实空间站任务 对我们火箭和对我个人而言 其实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压力 但是我们火箭在今天 发射过程中表现非常优异 特别是最终 入轨的精度非常高 可靠 安全 准确地把神舟12号飞船 和航天员送入了预定的轨道 我们不如使命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